跟您請教 國安局有沒有掌握 現在美軍在太平洋部署的軍艦上面 有沒有發生肺炎的確診案例 現在我們總統、副總統的防疫相關的危安 請問,總統、副總統現在有沒有異地辦公 你覺得中國好打還是美國好打? 你覺得我好打? 你覺得我好,我好打 主席好,請邱局長還有特勤中心 請邱局長 特勤中心周副指揮官 總委員好 局長好,跟您請教 國安局有沒有掌握 現在美軍在太平洋部署的軍艦上面 有沒有發生肺炎的確診案例? 目前有沒有 有啊 有沒有知道嗎? 之前有 我跟委員說 他們之前有 現在我持續 我在這一方面沒有 局長,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請資 請放下一張 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對 已經發現上面有三人確診 我們希望這不會變成鑽石公主號 但是,管局有沒有掌握現在羅斯福號航空母艦部署在什麼地方? 哪一個 在太平洋 最後請我們陳務局長 在哪一個 委員好 謝謝 羅斯福號 對於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 一定有嚴重的衝擊 再過來發展 請國安局這邊密切的注意 我軍也要做應變的方案 好不好? 是 第二個 我想請問有關於現在我們總統、副總統的防疫相關的維安 請問總統、副總統現在有沒有異地辦公? 總統他本來就異地的 經常變換 這個在大家都知道 副總統的話也是 也可以講說可以 總統他的辦公室在三樓 副總統的辦公室在四樓 我在總統府待過很久 他們有異地辦公嗎? 現在 他回關底之後 對我們來講也就是異地 他平常白天的時候還是只有樓上樓下 對不對 這個 我們行程講說會調整 我想是 來來來 我們說總統要行程有錯開 好 第一個 異地辦公 樓上樓下 我們做總統府秘書的時候 經常跑來跑去 還有呢 公友 公友送公文的公友 倒垃圾的公友 他也是三樓四樓跑來跑去啊 所以你總統在三樓 副總統在四樓 這樣叫異地辦公嗎? 人員跑來跑去 如果總統中標還是副總統中標 沒有講總統副總統 我想總統他辦公地點有好幾個 這個對我們來講的話也就是異地辦公 至於是維安人員整個佈局 我想剛剛那個特勤職負水案也講得很清楚了 對我們自己的管控怎麼樣測量 我這個要請特勤單位要特別的注意喔 總統副總統的異地辦公能不能夠落實 行程到底有沒有錯開 3月9號就已經說總統跟副總統行程要錯開了 下一張 3月19號 3月19號總統跟副總統還站在一起 這行程哪裡有錯開咧? 總統府新聞的網站上面公布的一清二楚啊 維安單位針對這一點 副總統行程是怎麼給他們建議的啊? 我們現在開會 我問委員報告 這個界定怎麼錯開 就是我跟我們幾個處長開會 我們把間隔拉開 吃飯的時候還比較近一點這樣拉開 這也是一個防守罪 平常見面盡量開會時間 簡短或者換到 局長我知道啦 事實上沒有做得很紮實 你今天要說要副總統行程錯開 現在馬上就看他們站得這麼近了 麥克風是不是用同一支都還不曉得 在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 所以這個東西一旦出事情非同小可 所以我這個地方要請委員中心這個地方 1.異地上班有沒有落實 2.行程錯開有沒有確實的行程錯開 這個東西是我們國家中樞 不能夠有貌一點的風險的 局長這是你肩上很重的責任 好不好 我今天是提醒你 行程錯開沒有做得很完備 異地上班 事實上三樓四樓分開是不夠的 人員是到處跑來跑去的 這兩點希望你們特別做到 第三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蔡總統目前都沒有戴口罩 那我想請問蔡總統什麼時候應該要佩戴口罩 特勤中心這一邊給總統這一邊的SOP是什麼 你有沒有說 報委員 總統他在前幾天 在密閉的空間 含乘坐的交通工具 天上飛的航空器 已經全程佩戴口罩 這樣很好 在密閉空間裡全程佩戴口罩 在公開的活動的時候呢 有沒有佩戴口罩的SOP的設定 副發言人他有很明確的對外做一個說明 總統會配合歷齡場所的環境的狀況 來結合口罩的佩戴 那如果這個環境它屬於開放的 比較單純的 人數比較少的 他為了辯明 他可能會不戴 那在他身邊的特勤人員 維安人員呢 他們都有沒有戴口罩 我們維安人員 特勤人員在執行行務的時候 也是結合當地的現況 來實施佩戴 有時候會佩戴 有時候不佩戴 結合主辦單位當地的現況來實施 這個部分 我要特別提醒 總統的這個安全 就是國家的安全 現在這個肺炎的疫情這麼嚴重 總統本身不只要做示範以外 他自己的安全也是要特別嚴加的保障的 這個我要請局長能夠再三的 能夠重視這件事情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